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戏登台 请您上座 生生婉约 百转千回 带您追溯昆曲艺术的前世今生 不止有好戏 欢迎收听台湾第一个昆曲广播节目 不止是昆曲 本节目由建国工程文化艺术基金会赞助播出 开启人文生活美学新风貌 建国工程文化艺术基金会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晚安 欢迎来到不止是昆曲 我是刘嘉瑜 我想常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 一定都记得洪慧荣老师来到节目当中的时候 曾经跟我们聊到说 爱昆曲的人给自己取了一个名字 他们把自己叫做昆虫 那我们今天录音室里头又来了另外一只昆虫 在这里跟吴若秋老师问声好 老师你好 你好 主持人你好 吴若秋老师其实是一只非常特别的昆虫 真的是非常多才多艺哦 除了昆虫之外 我知道您闲暇的时间还会自秀古琴 对我来讲其实那个不能算是才艺 那是一种一种修行的方式 因为我从小就有机会能够接触到国乐 那从小就等于说在国乐团里面 从国中高 国小国中高中 一直到大学 那都有在接触国乐 所以国乐团里面大概除了擦弦乐 就二胡提琴这一类乐器 我没摸过之外 其他的大概我都曾经练过 那也是因为接触了国乐 然后再慢慢的理解到说 就是我们中国音乐 最经典的乐器事实上是古琴 所以从高中时候开始就很想说 能够找到老师能够学古琴 可是一直那时候也没有任何的消息 任何管道 当时那时候也没钱买古琴 因为古琴 那时候没有 台湾还没有 那种大量盛产的乐器 所以你买到古琴 可能都是清朝明朝 在当时可能就是一栋房子的 一栋房子的价格这样子的乐器 所以那时候也没有机会 那后来出社会毕业之后 到学校教书 然后同校的有古文老师 他会弹古琴 所以那时候就跟他 学了一年的古琴 然后后来又当兵 又都出国留学 回来之后又再 又再继续学古琴 所以古琴是这样慢慢开始的 那很有趣 从古琴变成昆虫 那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有这样的变化 因为我从小也很喜欢戏曲 因为我们家对面的那个是河南 一家河南人 所以从小我首先接触的是河南邦子 所以我对王海玲老师 从小就认识他 然后后来到了大学之后 就开始接触了 就是真的开始学 想要学传统戏曲 我觉得我选择的 刚开始选择的是京剧 因为那时候在社教 市教馆有一些京剧班 那到京剧班之后 因为在那样子的 所谓的社会课程的班级里面 大部分也都是已经是 半退休或是已经退休的 老先生老太太们 那当然我一开始就跟老师讲 我想学小生 那我们那位老师 李毅丽老师呢 当时在很多的大学院校的京剧班 还有社教馆的这种 社会课程的京剧班里面 担任老师 所以那时候就跟着 一群的婆婆妈妈们 一起在学京剧 然后他们学淡诀 然后我一个人学小生 那像这样的班级呢 他们有很繁重的 演出的节目 哦真的 他们是这样子 对就是到处 到哪去 什么活动啊 那个小表演啊 或者他们自己 也会组织票戏 所以每到演出的时候 老师一忙 忙他们的演出 要顾他们的时候呢 我一个人就被落在旁边 然后自己在那边 练很无聊的那些基本功课 那到后来 可能老师也觉得 有点 我已不去 我已不去 就是说 好吧那你也一起过来 淡诀组一起 一起学淡 反正他 这就跟那些婆婆妈妈们 一起 对就跟他们一起 就是学 学发声 最主要是跟你老师 学发声 想要学一些金剧的唱强 然后后来 所以等于说 在学金剧的时候 我那时候根本完全 没有想到 说要学困曲 因为那时候也不知道 什么困曲是什么 因为我大学 念的是英语系 所以那时候 着迷的是 莎士比亚的戏剧 以西方戏剧为主 那只有一天 就是在报纸上面 看到一个小广告 他写说 昆曲班 然后所以那时候 我觉得昆曲 昆曲是什么 那 后来我查了一些资料 就昆曲有这么丰富的 一段历史 然后听了一小段的音乐 我觉得 我也蛮喜欢的 所以后来就去参加了 昆曲班 去选了这个 上的昆曲课 那那时候 袁昕运刚好就遇上了 由曾永毅 跟洪文树两位教授 所举办的昆曲传习计划 传习计划 对 所以从那个传习计划里面 开始学唱 然后学表演 学身段 是 然后在这个传习计划里头 我听说好像你们一开始 也不管你的合适 什么样子的系录 或怎么样 就是大家一起都学 同样的东西 男生也唱 女生也唱 因为他那样的计划 是有一期一期 有分歧的 那我 我参加的那一期的 课程 基本上有分两大类 一部分是唱曲 一个是声段 那唱曲班 那时候我遇到的是 许文佩老师 台湾的很 从大陆过来的 也自身的曲家 许文佩老师拍的《思凡》 小尼姑 小尼姑 对 然后圣诞课呢 刚好是遇到了 上海昆曲团老生演员 纪正华老师 在教剂子 哦 也是一出非常 对 扣人心弦的事 两说都是很好的戏 其实我自己 我个人呢 就传统戏曲里面 不管从 从玉剧到金剧 我其实我最喜欢的行当 我最想学的行当 实际上是老生 跟花脸 哇 在金剧里面 其实老生是 其实是很 对就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男生的角色 所以那时候听金剧的 就是幻想到 自己有一天也能够 像他们这样子 能够隐行高歌 把那些 那个中国历史上 那些经典人物呢 能够唱一遍 那真的是 那个多么 是多么畅快的事情 而且就是老生 跟花脸的那种 那种唱腔 对我来讲也特别好听 那一开始 所以我也想说 看看能不能从昆曲 就是我的老生 能不能从昆曲这边来实践 那一两个月之后 然后有一天 我们唱曲班的 那个学员配老师 他就说 今天呢 你们继续唱 大家一起唱 然后呢 我会走下来 给你们每个人个别指导 更恐怖的是呢 老师没有宣布 他说 之后我们才知道 因为那一天 老师会就帮我们分组 分组 分什么样的组 就是看每个学员 他的嗓音的条件 然后看他适合唱什么 就是那天要定生死 你是哪一种 对 那所以那天 我们就这样 反正就这样唱唱唱 唱着脑 那我 轮到我的时候 刚好唱的就是 唱到小尼姑年方二八那一句 然后老师 我听我唱了两 就是几个音之后 然后说 好 你就学贴吧 贴蛋 那时候 那时候我连贴是什么 我都还不知道 然后后来问了人家之后 贴呢 事实上就是 昆曲里面的小丫头 小丫鬟 小丫鬟 对 对 然后 我一论 因为在这之前 我曾经就学过 金剧的小声 然后后来跟李老师 又学了金剧的 淡的一些唱法 所以我小赏 有出来一点 那这个就跟我 当初的设想 就真的是天差地远 然后我那时候 其实也很努力 就想看看 能不能往老生 组那边考 可是在那个时候 然后我本嗓的条 本嗓根本完全出不来 我就是完全 我不知道 不知道方法 怎么样方法去练它 但是老生跟花脸 都是需要本嗓 对 需要本嗓 而且需要那种 很大的共鸣的那种 那所以在那种情况之下 然后而且 跟季老师觉得 一种那个身段 可是那时候 基本上 他们都是以系代工 就是教你一出系的身段 然后希望透过这个 学系的过程 你把基本功慢慢补上 慢慢练上 那虽然说身上 我跟得上 可是 那个 老生的唱腔 我根本完全没有办法 唱不出来 那真的就是 唱的就是 小嗓就出来了 所以后来连 连 那个 季老师就说 嗯 你要不要考虑 去学 小声 可是那时候 因为好像 跟季老师同时来的 我记得就是梁古英老师 梁古英老师在 另外一边 教 教个花旦课 我不知道是什么 对 所以 我就是把 还是把季老师的课 圣诞课给跟完了 可是 唱曲的 我还是继续在 因为我也把 私凡给学完了 学完了 小尼古的部分学完 我觉得这好好玩 那种感觉好像 我们在看那个 哈利波特的 那个小说里头 就那顶帽子戴上去 才知道说 你被分配到 哪一个学院里头 对对对 有种这样的感觉 对 根本不是 你想要去的学院 你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唱淡诀的角色 对 就是开始 主要是学淡诀 那小生的话 因为小生老师有来的时候 我还是会 很想偷偷去听一听这样子 可是后来 因为小生 昆曲的小生 他也是要正家长结合 那遇到 那时候遇到真嗓 就本嗓的时候 就是我的一个死结 所以后来 我想说 好吧 就暂时先把这个梦会放下吧 只是一直到现在 我还是很想 很想唱老生 看看收定 之后还有机会 嗓子慢慢会有变化 不过今天 就要请若秋来 就是要好好的跟我们来聊一聊 在这个整个昆曲的世界里头 其实男生来唱 女生的淡诀 非常多人 而且我们所知道 比如说梅兰芳啊 但是这其实我们在节目里头 并没有好好的聊过 这一段的历程 所以今天特别请到若秋 若秋自从开始走入淡诀的 这个学习路程之后 你是不是开始就慢慢的去了解 昆曲啊 或者京剧历史上面 演变的一个方式 其实中国的所谓的戏曲呢 原早在唐宋 北京南北朝 那时候就已经开始有 所演员的出现 而那时候演员 就是有男演员 女演员 那时候是女生 女性是允许参加 可以演出的 那其实在原来唐代 就已经有记录说 有男演员去扮演女性 女性 那中国戏曲最有名的 踏摇女 就是一个男的 扮成一个被家暴的女性 然后在街上哭诉 她不幸的一生 这个可以说就是 当然我不知道说 那个演员 她是不是后来就 钻演这种悲骨的女性 可是就已经有出现 这样子的 所谓串演的 这样子的情况 那真正的所谓前代 也是要到明朝中叶 1428年之后 当时因为 因为明朝 等于说是礼教 非常严明的一个社会 所以对女人的限制 有很多 那么他们不需要 女人再为人跑头露面 当然包括演戏 最好女人也别来 也别来 所以呢 等于说是女性 一律不能出现在舞台上 那这时候 可是问题是 舞台上最好看的就是 男女 圣诞戏啊 是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那所以只好就由男性 来扮演 前代的角色 因为昆曲就发生 就流行在明朝 明代 所以在 那时候的舞台上呢 应该是 也会有女性的 女性的演员出现 可是后来慢慢慢慢的 男性演诞绝的情况 一定是会战上风 然后 可是呢 很不幸的明朝的 到明末 清初的时候呢 昆曲开始示威 京剧开始发展 那我们知道 京剧的发展呢 最重要就是所谓的 灰斑 晶晶 灰斑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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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活动 最里面最大的 最有名的人物 就是魏长生 魏长生这位演员 他就是钱旦 哦 哦 他就是钱旦 那当然他的故事 其实非常的波折 那我们在这就先跳过 所以就是说 从京剧的发展上面来讲 钱旦就已经 比如说是 确认了 这样子的一个演出的形式 在京剧舞台上面的发展 那甚至京剧发展到后来 就是所谓的清末民初 四大名旦 没上成巡 等于说到他们这个年代 已经到京剧发扬光大 到了黄金时期之后 更是把钱旦的 在中国戏曲历史上面的 这样子的历史 写下了最辉煌的一页 所以其实钱旦在 中国戏曲舞台上面 是一直存在的 所以在昆曲里头 会有钱旦 在京剧里头 也有钱旦 那反串跟钱旦 是同样一件事情吗 好 但对于很多人来讲 反串 他们觉得 就是男生扮女生 我们说女生扮男生 这就叫反串 那可是呢 在戏曲里面 戏曲里面呢 我们有不同的说法 有更细致的讲法 对 就是就像我们今天的 这个题目 钱旦昆生 钱 当然我们讲 钱坤 大家都知道 就是钱坤 就是羊跟阴 是 钱 钱就是男 坤就是代表女性 所以钱旦 事实上呢 也就是男人来扮演 旦 这个行当 坤生就是女人 来扮演生 这个行当 所以从这个名字里面 我们有就两层的意义 钱坤 前面指的是 演员本身的性别 那生跟淡呢 生跟淡 这两个呢 我们事实上 它是 那个戏曲里面 角色的性别 是 那在这个角色 我们在戏曲里面的 专业的名字 我们称之为 航荡 因为 人生百态 在戏曲上面呢 他们就把人 云云众生呢 分为 所谓大家最熟悉的 生 淡 静 莫丑 那但之外呢 生 静 莫丑 基本上 都是以男性为主 但 唯独是女性 所以等于说 生 淡 静 莫丑 这个是以 角色的性别 来分的 所以我们必须先把 演员的性别 跟角色的性别 分开来 这个分清楚之后呢 我们就是要 钱淡 坤 生 这样子 从这个角度 把演员性别 跟角色性别 分开之后 我们就可以 更准确来理解 那么反串 我们现在的想法 也是说 你一个男人 去扮演女人 你穿上了不同的 衣服 然后扮演不同的角色 是 但是那在戏曲里面 反串呢 他也是有这样子的 行为 可是他的意义 是什么呢 他的意义是 在行当这个层次 所做的这个行为 比如说 一个淡绝的演员 在戏班子里面呢 通常他在 会在碎末 要风箱 或者是说 某些特别场合 他们会做这样的反串 因为反串 男伴女伴男 有一定的喜剧效果 所以 也在特别场合里面 他们会做这样子的 一个所谓反串的演出 来为那个场合 增加一点特别特殊的效果 所以 在戏曲里面的反串 是指的是 行当的演员 他去演另外一个行当 比如说 原本小生的演员 他跑去演丑 原本演丑的演员 他跑去演淡 等等的 像这样子 所以说是行当 就是跟他自己本身的性别 是没有关系的 对 是这个行当这个层次 去跨 所以其实在戏曲里面呢 反串应该就是跨行当 它是跨行当的一种串言 而不是说我们一般 大家所理解的就是说 演员所谓性别 跨性别的串言 这个是有所区别的 原来有这么细致的一个分别 那像说在我们之前看到 男科梦里头 他的三位美女当中 有一位是丑行 来演这个女性的角色 这个算是 其实这个呢 反倒也还不能够算是 真正的反串 因为在丑 在戏曲里面的丑 是很特别的一个行当 就是他一个丑角演员 他必须能够同时演男性跟女性 有男丑跟女丑 所以男科梦里面呢 他那个只能说是 他还是以丑行应工 那一般所谓的真正的反串呢 就比如说像 比如说我们台湾的国防剧团 到岁末 可能比如像魏老师 魏海明老师 他进来演一段老生 那这个就叫反串 因为魏老师他是蛋爵 可是他演老生 那比如说像唐文华老师 老生 他就演一个蛋 这个就叫做反串 好 经过了这样一番的说明之后 大家越来越能够分清楚 到底什么叫做反串 要什么叫做前淡以及昆生 对 所以 当然我们今天讲到 前淡昆生的养成 他的艺术 那不可避免的 我们也必须要谈到 所以就是戏曲演员 因为前淡昆生 他就是戏曲演员的 对 戏曲演员的养成 事实上是非常辛苦的 那就我个人的体会呢 我会把这个养成的演员的部分 从一个艺术演员踏进 第一次踏进这个戏校 然后到他真的到退休 这样子一段漫长的人生的舞台上 我个人会把它看成四个阶段 第一个是财 就是演员本身的条件 你有没有这个 他的财意 对 财意 你的容貌 你的个头 你的长相 所以是材料的财 材料的财 你的财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技 技术的技 技术的技 就像我们刚才讲 你要做歌八年 经过八年的苦练 你也把老师所有的那个技术都要学到 这技术当然包括声音 我们戏曲最主要是 我们戏曲的唱法 那个跟一般的歌唱是不一样的 其实现在的流行歌曲演唱 很多人还是在讲究 你要主动什么样的发声技巧 戏曲更重要发声技巧 对声音的训练 对肢体的训练 然后带来就是所谓的意 当你做歌结束之后 进到了剧团开始演出了 然后你透过你所学到的这些技术 那些表现的手法 能够来创造人物 创造艺术 可是对我来讲 真正的一位戏曲艺术家 已经跳脱演员的层次 到艺术家的层次的时候 你的艺术除了要感动人之外 更重要也要能够起到教化的作用 就是你的艺术要有德 对这个社会要有贡献 艺术当然我们可以分很多的层次 你可以有那种纯艺术 可是对我来讲 我更看重的艺术是 这个艺术对于我们社会是有正向的 鼓励的作用 有正向的导向的作用 这样子的艺术 他是真正让我很尊重的一个艺术家 所以我就是个人的 对于一个戏曲演员的 从这个才 记忆德 从这四个角度来 来看一个戏曲演员的 这个养成 以他的成就 那这边我们说 那我稍微再回到前面 比如说讲他才 那当然这个 这是天生的条件 那这个是 老天爷有没有赏饭吃 当然作为一个专业演员 我觉得是很重要 因为真的就是 你条件好 你这是最基本的 你条件不好 你真的就有再好的机缘 你或许能够一直出头 可是真的就 就差那么一点 那到了记的部分 真正重要的呢 当然你有好的条件 重要的就是在记的训练 你必须要好好能够掌握到 你对于声音专业的 戏曲的声音的训练 跟肢体的训练 那戏曲的 那个这两方面的训练呢 就是按照航档来训练 每个航档 它有不同的 讲到发声 它还有不同的唱法 对声音的要求不一样的 是 淡的用小嗓 小声的话呢 你必须要大嗓跟小嗓结合 然后到老声 你必须用本嗓 花脸呢 你必须声音还有唐音 对 所以对每个不同行档的声音的要求 是不一样的 那这些 还有对它的这个所谓的程式 这些肢体动作 这些程式的要求 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透过对声音 对肢体的训练 我们能够把所谓的戏曲的行档 这些角色的 人物性别的分类 能够把它掌握到 那这边接下来呢 我就播放一段 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张军秋 张大师 张老师当然 他进去间 他号称是铁赏钢猴 可是我相信 他的铁赏钢猴 也是苦练出来的 那接下来 给大家播放这一段呢 大家听听看 张老师 他的高音 他的高音是怎么上去的 而且是高音 他的高音是有多么漂亮 这样的高音 就连女性都很难唱得到 他这样的水准 嗯哼 来至凡 不差 你不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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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小云的武功 他原本是武生出生的 所以我们要看上小云 就是看他的棒子 是 那 那陈宗 在中国戏上也是真是一绝 所以成派我们要听到她的唱 那巡派呢 巡慧生我们要看她的做工 看她的浪 那个浪就是 看她怎么样演女人的骚 哦是这样 对 就是没上成巡 就是样棒唱浪 那也就是他们四位 在根据自身的条件 然后他们的 还有就是他当然自身的天分 他们在这个近距的艺术的道路上 开创出不同的流派来 那这个也是为传统戏曲 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传统戏曲 实际上可以说是非常辉煌 也是我觉得也是最黄金的一段 对 现在听到都觉得好向往 好希望是生在那个时代 我再透露一个小秘密 刚刚在聊天的时候才知道 原来你的名吴若秋 你是最喜欢陈彦秋 我最喜欢的是陈彦秋 但是为什么呢 因为在唱上面 也就是就像是我刚刚所讲的 就是我对于戏曲演员 我的看法就是才技艺德 所以四大名诞 那像美兰发明先生 他他的艺术 当然艺术成就之高 已经痴迷海内外 那他在他道德上面的高度 也是当时人 是人所非常崇敬的 抗战八年 他宁可续湖 为演出 典当家产 他也不愿意为日本人做演出 对于 黎原界 同行那些比较困难的朋友 他也是慷慨的 慷慨辞出 我想美兴生的善行 那是大家有目共睹 而且美兴生在 国家最艰难的时候 他编写 他用他的戏曲 编了很多的 励志的剧目 来鼓舞当时困难的 国家低迷的人心 我想梅大师的这种风范 在他不管艺术跟道德上 这个得到的高度 那真的是无人能比的 所以当然 我觉得梅大师对我来讲 那实在是太崇高了 那特尔球祭祀呢 我觉得就是 另外一位 就是能够达到 梅兰芳先生的 这样子的 艺术跟道德的高度的 就是陈彦秋老师 那陈彦秋老师的唱 尤其是我对他的成派的唱 非常的痴迷 所以 而且因为陈老师 他条件 你说他条件最不好 又高 然后声音又 对 那我想我也是 以他作为一个典范 那我从来没有想到 说他成为专业演员 可是至少我希望说 昆曲能够陪伴 是我一生中 我最喜欢的 休闲娱乐之一 所以我因为花时间 去钻磨 那我觉得陈先生 那是我一个很好的 一个典范 是 其实讲到这几位 当时的大师 真的让人无限向往 那他们在整个 艺术上面的表现 尤其他们创造出了 非常多 让我们现在都很怀念 或者真的是变成 后世流传下来的一些 角色的典范 那今天我知道 若秋这边 其实也想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几位大师 他们所创造出来 很棒的一些角色 对 那我想我在艺术的成就 这一部分呢 我就举 美兰芳先生 她的 在舞台上的一些创作 那美兰芳 就是如她自己 专辑里面所写的 那小时候那个是 她的启末老师 都不看好她 觉得她根本没有 吃这一行饭的条件 那可是后来她经过 她自己不断的努力 在技上面的磨练 之后 当她掌握的时候的技巧 技巧之后 站到舞台上 她里面的 那个艺术的天分 才得以偷喊的技术 在舞台上发热发光 那么你要在艺术上 有所成就 首先技术要好 技术的 技术层面要非常 花功夫 去好好的练 那美兰芳先生 后来在 她的舞台上的 艺术成就 对我来讲 最难能可贵 就是美兰芳先生 基本上她创造 任何一个女性的角色 一直到现在 都是经典 你看她早期创作的 黛玉藏花 然后甚至到了 中年时期 她所改编的 那个霸王别姬 霸王别姬 原本是一个老本子 原本的霸王别姬 看的是花脸 看的是项羽 项羽 对 那经典芳先生的 巧手之后呢 变成现在认识 深淡静 淡静 两个角色 在台上是相当起 就是必须要起骨相当的 是 像这样子淡静 这样子的 行当的组合 在其实 真正在戏曲里面 也是非常非常少见的 对 然后到后来的 因为抗战困难 所以美兰芳所拍的 首先生死恨 韩玉娘 梁洪玉 吉谷 吉谷 战金兵 这些用来鼓舞士气的 这些这个这样子 鼓舞当时明星的 这样子的剧目 然后是到她最后晚年 所创演 创造的 木桂英 就是每一个 每一个角色 现在其实很难看到 梅先生的风采 可是梅大师 所留下来的 很多的唱片 我们光从唱片里面 你真的就是可以去体会到 她创造的每个人物 真的就是活生生的 就好像出现在你眼前 这边我想带给大家 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听她的霸王别姬 我想霸王别姬的故事 大家都非常的耳熟能详 鱼姬 作为一个霸王的一个爱妾 在楚霸王项羽 明知说她已经不可能再战胜了 她下一步 其实就是 就是溃败了 就是失败 就是摆在眼前了 可是作为她的一个 感情的支持者 的鱼姬 比如说是 项羽最后一道的 一个支持的 这样子的一道力量 当然她面对那样的局势 我想她肯定也是害怕的 可是她知道 她自己不能够退缩 因为如果连她都退缩 那项羽怎么办 那这边要播放一段的 梅大师的《棒别姬》里面的 经典唱段 就是项羽 打败仗回来之后 喝了闷酒 然后进败去睡觉 但是就鱼姬说 她自己留下来 她独自去寻金 就是看待王 罪卧帐中的这一段 请大家欣赏 在王罪卧帐中 在王罪卧帐中 《败之神》 我无命运去到山外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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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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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